這太離譜了啦 藏理說是一位書 現場看到是一位書 現在整個海邊上 麻麻都可以純粹 這大概是我看到 這個規模最大的海巡 藏理也會看到這麼大人 因為一般的魚鋼媽祖海巡 就說整個村出於生生 規模比較大像這個 林芳的鳳雲中 小流球 但是他們的規模也沒大到這個程度 吃飽這麼純 你看整個海邊都是那時候 對媽祖要去做海巡 所以說這可能是我 現在的眼神維持 看到規模最新的媽祖海巡 寶哥 來啊 來啊 快… 快來… 買賣服了… 寶哥 買到海巡了 我剛才也來參加海巡 很開心 對啊 就是說你看 這個海巡要準備的東西 到南部 比年年開始多了百歲 你想我們年年要走路 就可能看到了 不用說在海裡面 海裡… 你看你看 我們常常來逮小巡 逮一百歲 可能剛才會有這次海巡 齁… 對耶 寶哥 我聽說這次海巡 很正代耶 不過你也知道有何正代 我告訴你 這片海巡 出動在200隻的巡 齁… 不過有 將近六十間的宮廟 都會做火出口 齁… 還有 南麻祖母 這間村還有 監聲大軍 開江翔鳳 行鳳雅 停… 可以說是 麻梯轉神埠 是啊 應該是麻海轉神埠 對啊…麻海轉神埠 哇塞啊 聽起來是 台灣很正代 很老的 海巡 這麼幸好 很吉他 寶哥 快點 我們趕快去參加 我來幫你搖起吶喊 等一下…你害怕 你給我蔬帶… 好 來 開… 好 是做人的圍兵 在館長跟正人的起胎之下 金媽祖的富家 總算是完成正春安祖的重要儀式 因為對在地的基民來說 雖然這不是頭一次的海巡 不過絕對是一丁 整部最大 尊者最多 露山最幸福的北白丸 媽祖聖輝 老師 這太離譜了 正你講是一位書 現場看到是一位書 整部比較大像林鄉的黃昏宮 是 小流球 但是他們的整部也沒有大到這個程度 吃飽這麼準 你看整個海邊當時 對媽祖要去做海巡 所以說 這可能是我現在的目標 為止看到整部最多的媽祖海巡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 只剩幾乎人 出來的時候是軍艦噴水 這樣強壯媽祖沒有出口 是啊 你要知道 這裡的海巡 今天林鄧基出海拔魚的這個方種 為什麼對媽祖來出事 所以說 有很多 所有的這個基民 都平時 平時 平時 來對媽祖出事 所以 科技說媽祖的影響 當然在林鄉十六郎的條件 對 而且你看看天氣這麼好 你看百多隻村 今天都被媽祖出村 是啊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 媽祖最重要 當然 軍艦也是開村的 所有的我們看到大隻 小隻所有的村 是 有村的村 迎接的迎接 就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的風景 兩米館的景 大家現在心情很高分 說起來 那真的是不太神奇 因為說 前兩天 起床 這麼佈說 有風台要入賣 我們宜蘭地區 竟然是首當其衝 所以說 出發進場 大家討論到最高 就是這次的海巡 不知道是會生還是不會生 所以 現之時的總共雖然 還沒到風景應變的程度 對不對 就算說風應更大 就算說每一隻村 都要跟潛水艇一樣 在海洋裡面 進來進去 也是很想出門 完全沒有影響到大家 背叛麻祖的發心 老師啊 是 這個麻祖沒有線架 就在我們的旁邊 是啊 我看沿路啊 我們看很多 好像光頤在進行 是 在海邊鄉 就是在做什麼樣的光頤 其實今天海巡最主要 就是說 紀念說 這個海裡一切都平安殖屍 所以他們喔 你掩那種椅子跟椅子 其實這都是安保水町的老闆說好聽 因為北京還有海情非常危險的地方 媽祖這次的海水 可以讓所有的市民朋友 心裡的安定 他們就說 一般現在在掩椅子 對 就是在掩椅子 就說 好人家說這個讀大公公僚比 保養所有我們依然的市民 出海的時候 可以平安屬於 確準 土海三分明 土海雖然可以改善 廚的生活 仍然他們出闊書 跟鐵宮的小孩一樣 Schrew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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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 所以說 對這些長年早前的海上男女來說 至於對親人的數量 信用也絕對是他們最大的外科 早期的孤山島其實是有住不少人的 甚至要還有自己的麻祖廟 但是因為孤山島這個危機實在是太重要 在行為軍事的關税區以後 既民就和島上的麻祖廟 也做費錢來台客客 繼續看過這庭出海專家的海上兄弟 但是無論時空的背景之後的改變 對島上的移民來說 孤山島永遠是他們最大的資金 也是宜蘭最大的代表性的地方團體 孤山島其實是我們宜蘭人的圖騰 所以如果你一來宜蘭 看到孤山島表示宜蘭狗 你要離開宜蘭的時候 最好送你離開的也是孤山島 所以說他是宜蘭人的精神象徵 孤山島跟我們這邊的海巡 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嗎 我看到我們大家也都從社會來 是 因為孤山島 沿海地區就是 宜蘭人的民視土海的經濟民旅 所以說 特別是 孤山島外圍跟生一年 這表示宜蘭人的土海 所有的整個麻祖都給你選擇過了 因為說我們土海的路徑 有餘的地方 整個麻祖都給你孫子好洗好洗 是 孤山島呢 至於是宜蘭人的圖騰 那裡有很多故事 什麼故事啊 聽說這個南南冰原是 海靈王的女生 叫做隔馬男公主 孤山島呢 孤山島呢 孤山是這個 海靈王的將軍 龜將軍 是龜將軍 對 結果呢 這個隔馬男公主 跟這個 龜將軍的燈蘭來 海靈王的那裡非常尊重 因為觸犯天條 在一氣之下 就把這個 隔馬男公主 化作南洋平原 然後呢 把他的龜將軍 變成巫山島 給他們 寄到一個海獄 永遠不能到人 這是偶像劇情節吧 很浪漫的故事 所以巫山島呢 其實也是宜蘭人的氣象戰 我們看到說 巫山這個上面 如果是烏雲密布 表示 一定就好 這絕對比氣象意報更準 所以我們說 巫山底部 大水好好 巫山如果底部 就是龜山島上 如果烏雲密布 大水好好 就是會下大雨 是 如果說巫山 蓬頭 大雨就隨時夠 有 龜山上面 如果是烏雲密布 表示馬上就會下雨了 所以這 巫山島呢 也是宜蘭人的氣象戰 那就是 那是韋南方後來 那邊的鑽水嗎 對… 哇 都不夠了耶 都不夠了 你說五分鐘 差不多五分鐘 五分鐘就夠了 哇 他這樣 拜幾拜 這樣很壯觀 這樣上來 啊 你 對 好 哦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